如果有关注夏宇道先生IG的人 就会知道希哥我就会多的时候有去牛奶壶玩 也对了 你们该不会觉得我平常会是在家里 阅览诗书 谈琴奏乐 望风赏鸟的那种闻人雅士吗 我前两天才去玩密室逃脱跟 好的 既然提到了出门旅游 那今天就来聊聊 一个多数人心中的旅游圣地 它那不为人知的恐怖传说吧 希哥我今天要说的是 小琉球灵异传说 灯塔在诸多影视作品里面 都被当作是希望与明亮的象征 因为它要为海上漂泊的人们 指引一条回家的路 而位在屏东南方的小琉球海岛 有一座小小的白灯塔 虽然外观平凡 但是有其历史价值与导航意义 而且至今仍在运作 是小琉球人气很高的景点 不过它之水之名 或许是来自一段恐怖的传说 相传在日治时期 灯塔附近除了当地居民之外 还有日军在附近驻扎 当时坐在附近的红星望族 因为家里时常遭到偷窃 损失鸡 鸡蛋 与贵重千菜等等 他们便将怀疑的猫头指向日本的外来者 虽说是日治时期 但原水救不了近火 为了平息当地民众的怒气 顺便整顿军绩 于是便将其中一名 看守白灯塔的士兵 当作的犯人进行处理 虽然这名士兵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 不停哭喊冤枉 但在所有人的注目下 依旧被判处了死刑 然而这名士兵居住在此时 养了一只小白猴 他们感情十分要好 心影不离 在行刑的当天 小白猴也被抓来陪葬 一人一猴就这样带着委屈与愤恨 生埋在白灯塔的土地之下 过了不久 当初诬陷日军的人 似乎是遭到了报复 几乎每天都会受到鬼怪的骚扰 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 周遭居民也都因此遭殃 于是人们纷纷走避 搬去大辽居住 剩余的民众则请示神明 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最终是由碧云寺的妈祖娘娘 书面处理 人们才知道 原来是当初埋下的小白猴 因为在埋葬处 无意间吸收了甜地精华 加上莫名冤死的冤气 才变成妖孽 危害百姓 于是众人立刻前往埋葬处 准备将猴骨挖出来 可曾经的小白猴 不愿就此结束 当人们挖出猴骨时 猴骨居然逃往他处 再挖 再逃脱 最终闹得人压马翻 于是观音大阳坛下 一位名叫红行的鸡身 当即作法 在墓里周围 设下天罗帝王 最终才成功挖出猴骨 而民众为了镇压小白猴 也为了平息他的怒气 将猴骨一致 距离白灯塔南方300公尺 一棵百年龙树的树下 并在上头修建了一座无名小池 以向我供奉 来换得日后安宁 白灯塔在当地居民的口中 被当作是禁地之一 他们会警告前来旅行的游客 下午三年过后不要去白灯塔 去的时候也尽量保持两人以上同行 但警告归警告会听的人有多少呢 积极求他们都能平安顺利的回来咯 乌鬼洞又叫做鬼界处 此地的由来是根据1994年 4月的拼捕族群学术研究 学术研讨会的发表 在1622年10月 荷兰东一路公司以下简称VOC 该公司的船只 金石浩在这里停泊取水 但下船的人无疑归来 被认为是遭到当地居民的杀害 于是在1633年 公司派军攻击报复 然而因为地理关系 岛上的拉美人斩杀两名入侵者后 随机带着全岛居民躲藏起来 这次的君子行动毫无收获 于是他们只能捎回村庄之后 无功而返 诶 不要听到历史课就意识登出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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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年10月21日 VOC再度派船进行攻击 对岛上人民展开镇压 这一次拉美人所躲藏的乌龟洞 被岛上的荷兰人所发现 于是四十几名士兵请来看管 他们堵住了所有洞口 并夺取粮食与水 以冤勋逼出 接下来的几天 陆陆续续由拉美人出洞投降 从5月1日开始 直到5月4号 在无人烟洞进 于是士兵们提着火把 进入洞窟内探寻 最终一件他们的 是约莫两三百具的尸体 而其余投降的拉美人 则是被VOC当作奴隶 贩卖到其他地方 自此之后 此地原住民完全消失 而根据PT上的殖民鬼故事 原破向大家表示 曾经有一团游客都误鬼洞里探险 但当中有一名男性游客 不知道为何原因 在误鬼洞内 短暂停留了几分钟 后来才加紧脚步跟上朋友 可在他们离去的那天晚上 该名游客搞笑不断 民宿族人 得知他们曾去过误鬼洞之后 便带他们前往福建面与拜拜 当男游客好转后 总人才得知 他消失的那几分钟 其实是跑去抽烟了 但却没有功德性地 将烟底直接扔下 于是在神职人员的沟通之下 他们答应明早会亲自购买贡品击败 并捡回那根眼底 后来男游客才终于回复正常 当然 传说这一回事竟然见智 但是撇除掉灵异的部分 整个雾鬼洞无起码黑的 身手不见物质 就算带着手电筒 也可能一个不小心 就会在极为狭窄的石化洞穴里摔倒 到时候就会变成 另一种血淋淋的恐怖咯 相信大家或多少都而闻 在过去旧男轻女的那个时代 女孩几乎被视为赔钱货 尤其是在农村与渔缸等地区 由于男性利器普遍大于女性 在需要劳动力的这些地方 生男生女所受到的对待 更是天然地北的差别 而在小楼球这个四面环海的岛屿 自然也发生了这样的悲惨故事 早期在小楼球的居民 到夺一步于为生 岛上的医疗资源有限 经济资源也有限 加上重男轻女的观念等等因素下 如果夭折重病的孩子 或者是生了太多小孩而养不起的 尤其是女婴 这被父母带来这株险癌 抛入这海石坑洞 所以这里俗称七阴坑 而当地人则称为西阴阿康 淘安登山作家刘川玉 曾经在郑郑游词这档节目上分享过 他弟弟常常到处跑外景节目 有一次到小楼球上拍摄 当天他们先到海边探勘 发现了一处十分美丽的海石洞 导演得知后 当下表示一定要拍下这里的美景 并希望寻找一位潜水人员 可以从外污游泳到海石洞里面 拍摄一段影片 可这样简单的要求 却到处收到当地潜水人员的拒绝 他们通通畏惧这所谓的美丽风景 因为导演所跳的地方 正是当地所避免的西阴阿康 他们甚至还倾靠剧组 不要在那里进行拍摄 因为这里有大量英零聚集 可TH导演仍旧不信邪 打了好几通电话到处询问 最终找到了住在东北角的潜水员 愿意接下这一次的拍摄任务 当时潜水员干列了幻想装备 并下水开始游泳 可当他游向海石洞时 突然感觉相当奇怪 不管怎么努力 都无法靠近海石洞的洞口 还感觉有人在水里拉住他 潜水员顿时感到十分不舒服 于是停下了动作 将头抬出水面 结果一抬头 立刻吓坏了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因为此时潜水员其孔流血 将他身旁内去的海水 都染成了新红色 于是拍摄被迫中断 一群人兵荒马乱地处理事情 直到日月后 才终于回到民宿休息 而负责采购的计划 因为太过疲惫 将口袋的物品全部丢到座床后 就直接躺上床 进入深深的梦乡 睡了一半 他突然被零件 洒落在地板上的声响 给惊醒 当下以为只是发生了小地震 于是将灵前捡起 放到座上后 试图重新回到梦乡 虽然躺下那一刻 感觉脖子后面有些血凉意 他带着不安的心情 缓缓船头 结果看到了一位小男孩 胸眼血色的瞪着他 四目相较那一刻 小男孩大声吼着 你为什么要来打扰我们 下来他立刻惊声尖叫 把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吵醒 同样的啊 这里的故事实准是假 就交给你们自行判断 但是早期重男轻女 而产生的猎袭 是却有此事 希望这里的悲剧 能给后人一个教训 孩子 不该是家长们 用来比较价值的物品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各位一起聊到今天的内容 我是在雪楼球 遇到灵异故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做过我最新的影片 我一席哥 我们下次见